第1章 弟兄姐妹 主内平安 感谢主让我有机会再度来到这里跟大家一同敬拜 并且来分享神的话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叫神所呼召的人 神所呼召的人 弟兄姐妹们不要怕 我不是说在呼召作为全世间的传道 其实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神所呼召的 圣经在罗马书8章30节这样说 神预宣定下的人就召他们来 那就只为我们每一个人 因为罗马书第8章是针对所有基督徒讲的 以弗所书第4章讲到说 弟兄姐妹们我用神的慈悲劝你们 你们既然蒙召就跟所蒙召的恩怎么样 想成所以是对我们所谓基督徒的 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知道我们的身份 那我主要要从圣经的创世纪11章到12章 这里几节经文来讲亚伯拉罕的呼召 亚伯拉罕的呼召跟我们的呼召其实是一样的 我要讲到呼召的重要 神呼召的重要 神呼召的特质 还有你怎么样能力能够活出神的呼召 好 那我们先来读这几节经文 那这样子好了 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 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来 他那的后代记在下面 他那生亚伯拉 那赫哈兰 哈兰生罗德 亚伯拉罕那赫各娶了妻 亚伯拉罕的妻子名叫沙莱 那赫的妻子名叫密加 是哈兰的女儿 哈兰是密加和义加的父亲 他那带着他儿子亚伯拉罕和他的孙子哈兰的儿子罗德 并他儿妇亚伯拉罕的妻子沙莱 出了迦勒底的乌尔 要往迦勒地去 他们走到哈兰就住在那里 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 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富家 往我所要只是你的地去 为你祝福的我必祝福与他 那做主你的我必做主他 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 亚伯拉罕将他的妻子沙莱和茨尔罗德 连他们在哈兰所积蓄的财物所得的人口都带往迦勒地去 他们就到了迦勒地 耶和华向亚伯拉罕显现说 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衣 亚伯拉罕就在那里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 足了一走坛 后来亚伯拉罕又渐渐往南地去 这是亚伯拉罕的呼召 我一开始讲了 其实他呼召的性质的重要 跟我们基督徒是一样的 首先我在分享这段经文里头的一些属灵的教训的时候 我稍微把历史介绍一下 跟亚伯拉罕的呼召跟他的影响 亚伯拉罕或者后来改名叫亚伯拉罕 其实是圣经跟历史上很重要的人物 我们如果知道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这些典故 亚伯拉罕是世界上影响很大的人 因为有三个宗教从他而出 一个就是犹太教 一个就是伊斯兰教 一个就是我们基督教 所以世界上几乎所有的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 你看这三大信仰你把它加起来的话 你看那个人口有多少 占世界的比率有多高 并且这三大宗教影响今天世界的文化 如果你要了解今天的世界 今天尤其是西方世界带来甚至整个世界 你不知道亚伯拉罕的历史 你根本没有办法了解 你也没有世界观也不会太正确 所以他在历史上影响是这么大 不只是圣经 这不是在讲 所以在讲人类历史 他是三个族群的祖先 我讲的是真的是肉身的祖先 除了两个 一个是犹太人 亚伯拉罕犹太人 没有亚伯拉罕就没有犹太这个民族 没有亚伯拉罕就没有阿拉伯人 所以这两个民族是亚伯拉罕真正肉身的后代 我们基督徒是亚伯拉罕的属灵的后代 因为他的呼召 他跟神的关系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的榜样 就是我们走一条不一样道路的榜样 所以他是我们属灵的祖先 你不了解亚伯拉罕 你也没有办法活出跟神的呼召的关系 所以实在是重要了 但是这不是说亚伯拉罕能力特别好 也不是亚伯拉罕是一个今天我们在公司 这个人有远见 这个人有雄心 你看他多么有异象 第一个他这么大的雄心 他敢冲 所以他成为这样的人 不是 是因为他回应了神的呼召 弟兄姐妹们 不是我们多能力多强 是在神呼召的 我们回应活出神的呼召 你就可以像亚伯拉罕一样 活出一个有意义 有盼望 有价值 在永恒上很有价值的生命 所以是很重要的 所以下面我就来解释这段经文 前面十一章 可以说是讲到亚伯拉罕的家族背景 讲到他父亲 他还有几个兄弟 有一个死了 然后还有一个太太 特别牵圣经 他太太不能生育 这时候他已经是年纪很大了 太太不能生育 是很惨 对不对 然后他回应 十二章一到九 就是他回应神的呼召 如果你看圣经 亚伯拉罕以后走的道路 就是神呼召的道路 你可以看出不一样 但是今天我们要看这个呼召的特质 所以好 在我讲到今天呼召的众位跟特质的时候 我们要调解 为什么上帝要呼召他 为什么上帝要呼召他 你要懂的历史背景 上帝自从人类被创造之后 我们都知道 创世纪亚当夏娃怎么样 背叛神的话 对不对 听了魔鬼 所以他们就从伊甸园出去了 以后圣经说他们生了谁 亚伯跟该隐 对不对 然后亚伯是与神关系好的 他所有的第一次生产 马上感恩 很感自然的人就感谢神 把献上牛羊 最好的牛羊献给神 但该隐的圣经说 他跟神关系 甚至于不把神当神 他圣经说 所以就变变了 有一天他就突然就拿出 他龙作物就献给神 不是首先的出属的果子 随便就献给神 所以神喜欢亚伯 怨纳亚伯 该隐就把亚伯杀了 神就把该隐更适合 让他离而去 所以该隐是走一条 远离神的道路 你看创世纪四章十六说 于是该隐离开叶和华 因为他跟神关系 把神说你不像亚伯 你还杀了亚伯 他离开躲避叶和华的面 去住在伊甸园东边纳德之地 这是人类开始 所以我们讲到 该隐的后代后来都越来越远离神 如果你看创世纪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你看他刚才有一个孩子说 人杀我多少 我就杀他多少 很凶狠 你杀我一个 我杀你七个 充满着 不是神的道路 这是人类越来越来越多 后来上帝 上帝创造人类 他就必须拯救 他不能用神的 神是一切的源头 他创造人类是要给他形象 要跟他一起管理这个世界的 所以上帝后来又让亚伯 亚当下又生了一个属神的后裔 那就是赛特了 创世纪四章二十五节说 亚当跟妻子同房 就生了一个儿子 起名叫赛特 意思是神又给你给他感恩 神又给我一个儿子代替亚伯 因为原来亚伯是敬拜神是属神的 结果被杀死了 就感恩 神又给我一个赛特 从此他说怎么样 从此以后人类又 代表又有一个属灵 敬前的后裔 开始又走神的道路 求告耶和华 你看神又要人类失败的 这就为什么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的地方 好 我们再看再来 然后一个一个我们看到赛特的后裔 果然是有敬前的 你看后来圣经讲说 与诺 与神同行几年 500年 还有这个挪亚 还有一切很多都是属神的 敬拜神的 但是后来我们看到有那个巴佩塔的 人没有 我们来高取我们的名吧 我们可以这么能力这么好 我们盖的建筑物可以通天 我们不需要神 然后到了塔拉亚伯拉罕 你看看这时候 又到了敬拜偶像的时候了 塔拉亚伯拉罕 不是他们这个家族 亚伯拉罕有多好 他们跟我们原来每一个人都一样 都不认识神 违背神 敬拜神的 你看 27月讲到这个家族 塔拉的后代记在 下面 对不起 小一个字 塔拉生亚伯拉 纳赫哈兰 哈兰生罗德 塔拉这个名字就是 月神的意思 在那个时代 中东一带对强的帝国叫苏美尔帝国 苏美尔帝国的文化宗教中心就是在 乌尔 乌尔就是 亚伯拉罕 塔拉 他的家族的 发源地 是在 波斯湾上去一点 伊拉克东南边一点 那时候苏美尔帝国相当的强大 他的经济 他的文化 他的宗教 中心 就在乌尔 你看看塔拉 亚伯拉罕他们是在什么一个家族 塔拉自己 取名代表他的祖先 根本就远离神 塔拉可以用月神 月神就是 苏美尔帝国 那时候他们的 敬拜的神 这是他 什么沙莱拉 那个是公主 代表是月神的公主 都是敬拜偶像的名字 包括亚伯拉罕也是一样 他自己也是一个 从敬拜偶像的家庭 他自己也跟着敬拜偶像 也不认识神 你看后来 耶稣有什么讲 Trinity 24章 二级 第二节 す 交代以色列说 以前你们祖先 他说你不要忘记了 你们以前的列祖 就是塔拉亚伯兰什么哈兰什么拿赫 这都是敬拜偶像 在大河那边侍奉别神 我们都知道当讲耶稣亚的时候 他们跟神关系不好 他们敬拜偶像 神却赐亚伯兰有地 以色列有这个地就在大河这边 他说你们以前在大河那边 是敬拜别神 今天你们能够到这个地 有自己的国家 自己的民主 不要忘记上帝呼召的恩典 耶稣亚在提醒上帝对他们祖先 这我们就知道 为什么上帝要呼召亚伯拉罕 是出于神的救赎 下面我们就来看看亚伯拉罕呼召的特别的地方 我刚才讲基督徒的时候我就不讲 神的呼召很重要 弟兄姐妹感谢神 今天你我都回应神当基督徒了 神有一点感动你 我们回应这呼召 我们就好好的继续的往着他找我们 活出该被招的生命 神的呼召是必须且出于恩典 我刚才讲的亚伯拉罕本来是怎么样 不认识神 是敬拜偶像 不是他比别人好 上帝就为了拯救人类 就挑个亚伯拉罕你听我的话 你远离敬拜偶像你离开本地本土家乡你跟随我 然后上帝就使用亚伯拉罕 所以今天你看我们看他在历史上的影响有那么大 你跟我们每个人都一样 上帝的呼召其实是恩典 对不对 我们本来不信神 是上帝自己借着他的圣灵 他的儿子在我们心中感动 所以有一天我们听到福音 我们回应了 这是何等大的恩典 如果没有神的呼召 你知道我们有多惨吗 我们今天也是每一个人都是服侍偶像 都是敬拜偶像的人 都是属灵已经死了 不论是神 并且我们没有永恒的盼望 我们今天在世世界 这怎么样的劳苦仇闻 怎么努力 有很多的喜乐 有很多的 但是也是这个世界也是很麻烦 并且到最后还是没有希望 你看我们本来结局是这样子的 我们从毕定灭亡 却得到永生 呼召 如果没有神的呼召 这个人是死的 是没有希望的 结局是灭亡 有神的呼召结局是永生 是走一个神真理的道路 是有意义 并且被上帝使用 有永生的 这是何等的重要 所以如果我们当中还有目道友 有一天上帝感动你 我祷告 希望你能够早日 接受上帝的呼召 成为祂的儿女 如果是没有神的呼召 你就是拜偶像的人 没有什么价值 我们都知道 这世界很多东西很好 但没有就没有 离一个世界什么就没有了 你看以乎所说保罗讲到我们原来的光景 这是讲我们还不是基督徒之前 他说我们是死在罪恶之中 他不是说我们身体死了 我们当然不信神的死了 就是一定会死 所以死亡是绝对的结局 但我们还没有信耶稣之前 我们的灵力是死了 这代表说我们没有办法认识神 不能领受上帝的真理 我们认识目标 我们为人行事都像死的一样 你看他说 你们那时候行事为人 随从今世的风俗 的确是这样 世界的价值观 控制着我们 我们还跟着 跟着这个价值 我们几乎所有的决定 都是按着世人称赞你的 世人给你满足的 世人让你觉得很有意义的 很有盼望的 其实不会嘛 对不对 这个世界里名望多高 你还是没有 你的财富多高 最后还是没有 甚至有时候还没到死 就已经没有了 我们行事为人都以世界的价值观 所以我们被世界绑着像死的一样 我们顺从撒旦 就是那抵挡神的撒旦 顺服空中掌权者的手里 然后呢 我们还顺从我们的私欲 他说肉体的私欲 就是我们的情欲 这不是说欲望不好 弟兄姐妹 上帝创造很多好的东西 让我们去用去享受 这不是不好 但是私欲的意思就是说 过度的欲望 我们永远都欲望 但我们就为着欲望去 甚至于违背我们的内心 认为对的事 就是要去追寻那个 这就是世界 随着肉体 心中所喜好的去行 然后他说可怒之子 或者说是神所愤怒的 和别人一样 所以神的呼召很重要 我们讲到这个时候 对我们基督徒 我们要感恩 要珍惜 好好的跟随神 对还没有信主的朋友 怕不得你能够早日 能够请耶稣走入神的呼召 神的呼召虽然很重要 神的呼召却有挑战 这个挑战是好的 千万不要以为 因为这个挑战在改变我们 在让我们越走越好 你看亚伯拉罕有没有挑战 有的 耶和娃对亚伯拉罕说 你要离开本地 本族富家 往我所要只是你的地区 离开本地 本族富家 我刚刚讲的 他亚伯拉罕 原来在乌尔那个地方好不好 很好啊 谁不想住在这个 这个国家的政教中心 谁不想住在北京 第一帆或第二帆最好 不要给第六第七帆 对不对 谁不想住在那个地方 并且这个家族不是没有钱的 这个纳赫 他另外一个叫纳赫 哈兰第三个儿子死了 亚伯拉罕纳赫 哈兰 纳赫呢 其实人早就自己移居到哈兰这个地方 所以圣经后来有讲过哈兰就是纳赫的城 所以纳赫到哈兰 另外一个那时候苏美尔帝国的政教中心哈兰 在叙利亚一带土耳其一带 那个地方也是相当富足的 所以你看这个家族很厉害了 但上帝说 他跟他讲跟亚伯拉罕 不要不要 你们不要留在这里 你们就离开 把你们所赚的东西带走 这个地方你给我到所有地方去 哇 这是一个富财 然后这样我成为大国 意思就是说 让亚伯拉罕后来你能够成为一个 后代很多 甚至于还有影响 世界的万族都要因你蒙福 换句话说我要使用你 你去影响 你去让别人也同样认识神 远离偶像而蒙福 所以是很有挑战的 并且你看看这个亚伯拉罕 离开本地本质富家还不容易 刚刚我们读了经文说 亚伯拉罕就带着 在哈兰那个地方所得的财务人口 古代农业社会 有人口就是代表有钱 因为都是农作物 要保护你的家族 然后还要去耕种 还要去收割 有人就有钱 你带着他 亚伯拉罕跟他 本来在乌尔就很不错 经济环境很好 到了拉赫德城哈兰 在那里又得了很多的财务人口 然后神说你离开 离开 哎呀这呼召不容易 是不是 必须 所以这个回应上帝的呼召 是要个人的决定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他在那个 你知道知道 在古代融卫社会 你的 你的自我认同就是 你的家族的认同 亚伯拉罕 在哈兰 你想他的地位有多高 财务很多 大家哇你胜很成功 你的父亲也死了 你是长子 你现在就是我们家族的领袖 大家都高举你 然后神说你离开 你离开 这不容易的 我想那个纳赫 拉赫那时候我爸死的 纳赫的指数 这个人神经病 他干嘛跑去 一个人 这么跑到人家都不认识他的地方 他不能因为家族不认同他 所以他就不去 是个人的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是不是也是这样 我想我们当初有很多 一定有这个经验 我们从中国也好 从台湾从东南越来的 我们很多我想原来都不是基督徒 包括我自己原来不是基督徒 我来到美国 后来人家跟我传福音 我成为基督徒了 那时候我有一点顾虑 我说我的家族他们都不是基督徒 我当基督徒 还有他们整天这样 他们都有他们拜拜 我也不晓得我父母他们拜什么 我说我以后回台湾 那我要不要拜 还没有当基督徒我就在担心了 我要不要拜啊 他们会不会接纳我 但是那时候我不晓得上帝就是 吹逼我吹出我就回应上帝的呼召 个人的决定 离开本地本族附加就是这个意思 不只是失去了金钱物质的安全感 还失去了你最大的认同跟意义感 你的古代社会 你的成功就是你家族给你的肯定 你的族人给你肯定 现在你要跟人家不一样 人家在后面说三道士 我还想到那时候我上帝呼召 我准备要当全世界传道 我那时候第一个考虑说我父亲会怎么想 我想 辛辛苦你说你到美国你要拿个博士 要光宗耀祖 我也的确拿了博士 也在那边好的工作 推我谁要放弃 我想我父亲会怎么想 是不是 所以我那时候很紧张 还没有 越来上帝的感动越强烈 知道再一两年大概就要全世界传道 我就一两年前就先回台湾去看他 常常回去看他 然后就慢慢一步一步的分享 先 爸爸我现在除了工作 我还在神学院念书 这个至少他不会反对 完成你还有好的工作 你经济也不会有问题 慢慢后来说上帝的感动我 我可能要辞掉工作 我看他脸色就变了 好痛苦我回台湾 回美国的时候我想知道你要不要 后来我不再回去了 我干脆就辞职就回应上帝的 全世界的呼召 我就然后回去了 我已经现在当牧师了 个人的决定 但不要怕 弟兄姐妹们 你当了基督到今天有很倒霉吗 没有吧 对不对 并且你越走越有人生 越有意义 你越有盼望 你越远离原来的一些旧的价值观 所以个人的决定 好 第二个 这是更难 这个呼召有这个性质 我们也应该要不要怕 并且要像亚伯兰 不知道的也回应 相信 顺服 不可知的 我刚刚讲的 王 他说离开本地 本族富家 本来就已经很难了 离开你安全感 你本来那么多人口财物 地方的势力 家族的勇富 这不容易 家族的认可 说你好厲害 好成功 你赚这么多钱 你拿了博士 你是一个伟大人 怎么你今天通通不要了 这不只这样 还不知道前面往哪里去 上帝没有只能清楚的告诉他往哪里去 只是说指射你的地方去 要是我是亚伯兰 我回你的物质到迦兰地区 迦兰在哪里 往东呢 往西呢 往北呢 还有到那边 那里到底有些什么龙作物 至少在家这里先准备好一下 学习那个龙耕技术 要不然就 那里的人凶不凶悍 我是不是应该先操兵一下 把我的族人准备 一些武器到那边才能够生存 没有 神就 我不告诉你 往我主要指示的地方去 回应上帝的呼召也是这样 弟兄姐妹是不是 我们当了基督徒的时候 我们除了知道我们上帝 赐给我们永生给我们保证 但我们不知道我们基督徒到路前面 每一天如何 我相信我们 当了基督徒的时候 有很多顺利的时候 对不对 上帝祝福我们 借着祂的树林的供应 借着祂的日物质的供应 我们有很多 但我们有时候也有不顺利的时候 弟兄姐妹你都很顺利吗 没有 但是 不管逆境或顺境 我们就是跟随主走 我们就是跟随主走 这是呼召 不管逆境顺境 我们跟随主走 就像我们今天唱的那首诗歌一样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我们就说 相信顺服不可知的事 因为我们都接受这个挑战 所以 西伯来书的作者对亚伯拉罕的注释 讲得很好 西伯来书十一章第八节说 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遵命 你看顺服神的话虽然不知道 往江南要得的业 他就知道说 你要给我迦南地那个地方 也没有说迦南地东边北边 你才要定居下来 你到南边你才定 没有就是迦南地 就去 我也不告诉你那边的人怎么样 那边你怎么样谋生 到那边你要做什么 不告诉你 你就去 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 这就是 这就是神呼召的性质 弟兄听起来好像很可怕 但我想我们都知道不可怕 等一下我要讲 不可怕 因为我们有能力 就比亚伯拉罕更大的能力 好 我们再看 第三个呼召是由使命的 原来上帝呼召亚伯拉罕 这里讲得很清楚 跟我们一样 对我们一样 是要用我们 去成为有影响力 祝福别人的人 不是只是为自己 当了基督徒 我可以进天堂 就这样 我已经拿到上天堂的票了 管他的 我还是活着 一个好像 完全为自己 没有影响力 没有贡献的生命 这是没有意义的生命 是不是 亚伯拉罕成为有影响力是 我不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像这样 因为神跟亚伯拉罕不同的使用 我们每一个人上帝都在使用我们 是有使命的 都是为了张扬神的名 你看他说 我必叫你成为大国 意思就是你后代很多 我必赐福给你 叫你的名伟大 就是叫人家都知道你认识你 代表你能得到看重 你也要叫别人得福 我们有一个使命 亚伯拉罕召有一个使命 就是赐福他的目的 是也要他去使别人蒙福 当一个基督徒如果被神所招 没有继续的 越来越能够让别人蒙福 那我们慢慢会觉得自己也不会真正蒙福 对不对 谁也没有用啊 你说我上天堂 然后我在世界上 我还是活在自己里面 还是一点贡献一点用处都没有 不会有人想活这个生命嘛 谁每一个天生毕我有财 谁都因为被上帝使用 并且这个使用的价值是永恒的价值 是有使命的 我想我们也都知道 对不对 我们每一个基督徒 一开始我们信耶稣在教会 是别人在服侍我 大部分都是别人在服侍我 牧师来关怀我 弟兄来关怀我 慢慢我们发觉 越来越认识神 我们就走出去 开始服侍别人 并且越来越服侍越甘甜 有一首诗歌是不是叫他 越服侍越甘甜 上帝祝福你 并且这个目的是借着这个 你也可以赐福给别人 你发挥你创造的功能 你越侍奉越甘甜 呼召是有使命的 让我们勇于接受这个挑战 如果弟兄姐妹 你还没有开始 是否愿你有机会你参与 不只这样 他给我们教会有共同的使命 对不对 他给我们教会有共同的使命 他要使用我们教会在那个地方 做见证荣耀神的名 让别人也能够认识神蒙福 因为这样我们有很多挑战 对不对 你看 我知道我们教会都在预备见他 现在已经快见好了 对 为什么要见他那么麻烦 我就住在这里 这很好 好的很 此地甚好 就像当初彼得看到耶稣变相 他说这山上此地甚好 耶稣不 你才可以下山去 去做见证 所以也一样 上帝对教会不断的挑战了 他要我们离开那个安全感 离开那个自由很好 更有用 我们走上去 我们就可以越来越喜乐 我就让我想起来 当初我在山谷教会侍奉的时候 我去的时候 教会有一点乱 有点乱 乱的时候 我去大概半年一年 开始稳定也不错 忽然执事会说 牧师我们应该来建堂 我心里吓死了 建堂 我们才刚乱过 我看弟兄姐妹 对神的话认识也不太过 你们要建堂 我例如说 当牧师也不能说 弟兄姐妹的领袖说要建堂 我说不要不要建堂 哪有那么小心的 对不对 好顺服 这是上帝的使命嘛 使命就 他们要做我当然做 后来上帝做事情 我以为不太可能 觉得变可能 后来很快就见了他 我看弟兄姐妹很喜乐 我很喜乐 所以神的呼召是有使命的 还有一个 这个更难 上帝的呼召呢 是要像你活在世界上的客旅 这什么意思 就跟世界总是格格不入 弟兄姐妹 你觉得这个世界很好 很好 对啊 你看我来美国了 我有安定的工作 我住着有房子 我也有车子 我蛮不错 但是你觉得这个世界很好吗 总是不是最好 对不对 你觉得美国很好吗 No 美国很多困难的 对不对 这个世界 如果你没有这个看法 你不像客旅 基督徒他世上就像客旅 你看 亚伯拉罕经过那地 第一次他到了世界 世界是在迦兰地的北边 他在那里 那时候圣经特别强调什么 那时迦兰住在那地 弟兄姐妹 为什么要特别强调这个 因为迦兰人是在那个时候 中东里头敬拜偶像 最严重 最腐败的地方 迦兰人为了敬拜偶像 甚至于把婴儿献祭给偶像 为了要风雨调顺 我能够国家富足 把婴儿献给偶像 甚至于庙里还有人利用 有妙计 我去跟妙计 发生关系 上帝就更祝福给我 你可以这种 其实这种敬拜 不是敬拜 敬拜偶像 其实是敬拜自己 因为我拜偶像 我就可以很富裕 对不对 所以我甚至一个妙计 发生关系 我就会很富裕 哇 这种腐败 你想亚伯拉罕 到那个地方 他会习惯 当然不习惯 圣经说 他在那里 神跟他讲说 我要把加烂地给你 他很快就感谢神 在那边 就足一座坛 敬拜神 但他有没有安居 没有 他又看这个地方 不像是神要给我的地方 他不是往哪里 只是到大约加烂地 但这个地方就不像神的地方 我要继续走 所以他又走了 看到没有 从那里 他又迁到伯特利 东边的山 直到帐篷 西边是伯特利 东边是安 他在那里 又足一座坛 又在感谢神 上帝又保守到这里 他又在那里敬拜神 荣耀神的名 然后后来怎么样 他又渐渐迁往南地去 加烂地这个地方就这么腐败 弟兄姐妹 如果你当基督徒 你觉得这个世界的价值观 你没有到一个地方 你总觉得这里有一点问题 那你不是基督徒 因为这个世界是以神为变 上帝给我们 的那个人生的价值意义跟标准 是不一样的 基督徒也一样 你到任何地方 你都觉得那个不是 完全是神的心意 所以像客旅一样 心灵的客旅 我不是说你不要买房子 不要安居乐业 不是 你像心灵的客旅 我越联系越大 越心灵的客旅 我有时候都想 我要不要搬离开美国 美国现在这么乱 那时候我想 那个不是客旅 那个只是肉身的客旅 你搬到哪里都一样 我搬到台湾 台湾一样 我搬到大陆 大陆一样 我搬到东南一样 东南一样 我甚至有时候想搬到欧洲 因为我有时候去欧洲宣讲 我很喜欢那个地方 不过我看这里的人 根本不把神当神 别了别了 没有一个地方是真正的家 真正的家是哪里 天家 感谢神我们有 基督徒的呼召 是往那个天家而去 希伯来苏的作者又将 对亚伯拉罕的呼召做一个注解 他因着信在所住应许之地做客 你看没有他像客人一样 哪边都觉得这里不像属神的地方 都跟我原来的吾尔一样 这怎么是我要去的地方 他不把加拿地当个罪恶的盼望 他好像在异地居住帐棚 他的孩子以撒亚和尔一样 因为他在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 是神所营建所建造的 根基的城市是哪里 天上的耶路撒勒 感谢神 我们比亚伯拉罕更能够 应该更能够被神的呼召 为什么 因为我们更好的城 就是那个天家在等候我们 好 这是神呼召的特质 弟兄姐妹我们活出多少 很有挑战 很有挑战 好 最后我就想 我们怎么样能力活出神的呼召 我刚刚已经讲了很多 有很多上帝的应许 但是再想一下 亚伯拉罕为什么那一天 你想亚伯拉罕他凭着什么能够碰到困难 还继续跟随神 亚伯拉罕在加拿地不是没有困难 如果你读创世 后来他在当地 他跟他的侄子家族争婚 为了钱财争婚 真的不容易 罗得跟他的主人为了钱吵架 家里吵架 像今天世界一样 为了钱吵架 后来他还跟当地人打仗 后来他的儿子还不乖 他这里还跟着 视觉安全感很困难的 但是他有能力继续跟随神 最后上帝使用他生的以上 为什么 因为他一直在盼望 盼望有一个后一 不要忘了 亚伯拉罕最大的困难就是 神说你要让我成为大国 要祝福我 结果他的一个孩子都没有 他出去的时候是75岁 他到100岁才生的第一个 他肉身 他太太沙拉的孩子 25年的等候 但他一直盼望 亚伯拉罕因为盼望神给他后一 所以他一直就有能力活着神护照 弟兄姐妹你的盼望有多大 他因为盼望上帝给他后代 并且这个后代还讲很特别 一个专门从沙拉生的 只有那一个才是真正后一 并且借着那个后一你要成为大国 你要被上帝使用 我弟兄姐妹说那个后一是谁啊 你看只有一个 创世纪画所有章特别跟他讲 越来越清楚 本来很通说你的后代很多 后来说借着某一个后一 赐福我必赐大福给你 令子孙而叫你子孙很多 然后海边的沙拉 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 并且第三万国都要因你的后一 这个后一是单数了 亚伯拉罕很清楚 特别借着一个沙拉生的 哇他一直没有生 所以他很挣扎 他很继续的盼望 弟兄有盼望力量有多大 因着这个盼望 他有能力活至神呼着 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盼望 有盼望 我们应该更有能力活至神 因为我们有了基督了 想想看 神已经把基督上帝的儿子都给我们了 还有什么好怕 神已经把基督 亚伯拉罕是盼望那个以撒 以撒指的就是那个弥赛亚的祖先 而我们已经得到弥赛亚 你看不同在哪里 我们已经有耶稣基督弥赛亚亲自给我们了 他爱我们到这个地步 为我们死在死在死在死 已经给我们很大的保证 你必定最后 神所招的 他必称他为义 我们都是义人的地位 不必怕你的失败 不必怕你的不好 上帝已经把你当义人 不是这样 还要得荣耀 神所招的 招他来 招他 称他为义 并要让他得怎么样 荣耀 什么意思 荣耀 我们有那个荣耀的添加 因为有一天上帝 耶稣基督再来掌权的时候 全世界都在耶稣的管制之下 显示 耶稣亲自做王 我们基督徒在那个荣耀里 享受上帝那个爱 没有哀苦 没有死亡 没有劳苦 你看有多么好的添加 并且在那里不是没有用 在那里跟耶稣一同做王 耶稣把这个交给你管理 你看这个荣耀不荣耀 你一切的渴望都在那里 都得到了 在那里 所有上帝祝福完全临到你 我必赐福给你 你不必惧怕死亡 在那里你有弟兄姐妹 你有弟兄姐妹一同在那边 与神永远同在 在那里很有用处 在那里上帝一切 被世界所造的在托 按照给你的才能 在托你管理 这个是已经有保证了 因为耶稣基督已经给我们了 罗马书这样讲 即使这样 还有什么呢 神做帮助我们 谁能抵挡我们呢 亚伯瓦很面对很多的抵挡 他因此盼望都有能力 但我们有保证 上帝的儿子都做我们最大的保证 因为他把独一的儿子给你 上帝岂会不帮助我们呢 不会 当你走这个呼召的道理 上帝一定帮助我们 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 把众人生 岂不把万物跟那一同白白赐给我们吗 万物 因为我们将来要做王 真的是按照神创造的 给我们形象在那边治理 万物 是不是 我们已经有保证 所以你的秘诀在哪里 你多多思想 让上帝这个恩典 耶稣基督的爱 你越爱耶稣 越渴慕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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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给你的荣耀 你去越有能力 走神的呼召 应神祝福我们这里每一位 让我们真的是毫无惧怕 感恩的 因为这是恩典 我们本来是拜偶像 现在却走在神的道路 感恩的 回应 活出他的呼召 上帝的话语让我们活出来 上帝给我们教会 给我们个人使命 让我们活出来 我们盼望 因为耶稣 赐的那个是绝对会实现 爱他 爱慕他 然后你就能够走上 活出像亚伯拉罕的生命 我们当中还没有信主的朋友 更愿你也能够接受 上帝要呼召你 借着耶稣基督 很容易 你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 承认自己原来是罪人 你接受耶稣 你就是神的儿女 你就走在神呼召的道路 我们低头来祷告 主我们要谢谢你 谢谢你 真的是你爱世人 爱世人到一个地步 将你那最宝贵 独一无二的儿子 第二位格的神耶稣赐给了我们 你拆遣他到世界上来 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并且要接纳我们 做你的儿女 成为一个义人 并且给我们那永恒最宝贵的盼望 的使用的荣耀 谢谢你这样的呼召 我们这里弟兄姐妹已经回应了 但求神你帮助我们 让我们真是在呼召的道路上 接受你一切的挑战 喜喜乐乐来跟随你 让我们真是满足你的心意 自己也蒙福 把我们当中目到的朋友 交在主的手中 求主圣灵你的话语 亲自感动他们 到早日成为神的儿女 我们想感谢祷告 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好我们今天的正道到这里 请我们起立 我们一起唱三一颂 我们来感谢主 来最后来感恩敬拜 来感谢主 王宿之根 水上万灵 赞美主爱 天使天取 赞美主力 赞美幸福 圣子 生命 阿们 好 我们低头祷告求神祝福 三位一体的真神 我们的主耶稣谢谢你 你的救恩是何等的浩大 今天我们在这里如你的儿女同坐一席 在这里敬拜你 有诗歌用我们的心理和我们的权人 我们感谢赞美你 当我们聚会要结束善聚的时候 愿主耶稣基督你保守我们每一位 保守我们每日生活的平安 或出或入都有主的同在 当我们困苦的时候 求主你的脸光照我们 刚强我们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父神的慈爱和怜悯 圣灵的刚强 感动 交通和能力 和我们众人同在 帮助我们走主呼召的道路 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 好 我们没到 好 我们没到 谢谢大家